当初动大批人力把闹事男子 直接押上警车带回警局 就算到警局20岁何欣男子 不服气大吼骂脏话 甚至拉下口罩继续骂 只因骂骂的同居人 诚信男子叫他去找工作 与其满事无奈 因为自己儿子竟然烙人殴打同居人 因为疫情妈妈找不到工作 家中生计全靠同居人负担 儿子也不出门赚钱 连健保费都付不出来 只是被念了一句 竟然找朋友用棒球棍 还有开山刀 殴打妈妈的同居人 住家外面地板全是血迹 儿子找朋友殴打同居人出气 只因为不想出去找工作 理由实在说不过去 记者蔡霜及林依荣高雄报道